这两天,不交钱不让种地登上了热搜 据中国三农发布报道 2004年,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村民张某和其他十几户村民合伙 从双胜村委会承包了5000多亩地种草养牛 承包期为30年,2034年才到期 但其中的耕地只有110亩 绝大部分是寸草不生的严谨荒地,所以租金也很便宜 而经过了十几年的拉土平地,牛粪养地 昔日的不毛之地,如今变成了可以种植玉米的水椒田 而当地的镇政府一看,当年的严谨荒地 现在居然成了水椒田,就把土地的性质改成了耕地 情势变耕,土地增值了,那就得加钱 以张某为例,新增耕地4650亩 每亩每年得多交200元,一年就得多交93万 而且,如果逾期不缴费,原合同将被终止 土地由村委会收回,另行发包 好不容易耕耘了十几年 刚有点收获,就要被截胡 种植户当然不接受 而且,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怎么能说涨就涨呢? 谁知村里态度却很强硬 要么交钱,要么就别想种地 哪怕记者来了也不好使 反正种地就得交钱 果然,面对媒体的镜头 村副书记大放厥词 你要是再敢种地,我找200人来赌你 如果没有这个力度,我就选不上村书记了 听这语气,确实厉害 如果事先不说他是村书记 还以为是哪来的黑道兄弟 后来经过沟通 村书记才勉强松口说 这是上面的意思 但到底是哪个上面,却没有明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 村干部敢这么嚣张,确实是有理由的 毕竟他们的背后真的有人撑腰 没多久,镇里的党委副书记纪云浩 也来到了现场 不成想,这位副书记一开口就让人错愕不已 你们这是哄抢集体土地 明明是有合同的合法承包 这副书记一上来就给扣上了哄抢的帽子 当记者向其表示 张某的承包合理合法时 这位副书记再次语出惊人 直接来了一句 你别来找我,我不懂法 需要注意的是 其不仅是当地的镇副书记 同时还是政法委员 这一幕称得上年度时大劲头之一 极具讽刺意味 后来,纪云浩仍然粗暴制止农户种地 并要求随行人员马上扣留他们的农机 眼见如此,农户只能报警求助 谁知警察来到现场 被抓走的却是张某一家 抓人时无比粗暴 甚至直接用上了锁喉 而媒体曝光此事后 当地立即成立工作组 就此开展调查 紧接着,开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情况通报 而这则情况通报 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通报里承认了政府想收钱这个事 理由是 开鲁县作为上级确定的 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单位 新增加的耕地 开展高效利用试点工作 报道中提到的增补承包费 是高效利用试点工作 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 集邮村集体对新增耕地 收取有偿使用费 不过 这里着实让人不太理解的是 增加承包费 为什么会等于耕地高效利用 这好比 有人把一家小店盘了下来 自己投资装修 从里到外更新了一遍 租房合同还没到期 业主就突然说要涨房租 理由是 店铺经过重新装修 收益高了 为了房子高效利用 所以要涨房租 不给钱 店铺就得收回 其次是 政府便想承认 自己已经收了钱 通告里说 一部分新增耕地大户 不愿交纳费用 导致已交费用的农户 产生攀比心理 由此产生了阻碍翻地行为 这里显然说明 已经有部分农户交了钱 最后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通告的定性是 个别基层干部 对待群众态度蛮横 言语粗鲁 工作方式严重不当 却并没有讨论 该不该收这个钱 虽然镇党委书记纪云浩 因此被免职 但免职不是开除 换个地方重新启用 也不是不可以 也因此 很多人对这位继父书记的背景 产生了极大兴趣 而在网友的申巴下 这位继父书记 也只剩下了一条底裤 根据当地官方公开资料显示 纪云浩的履历 可谓是一帆风顺 他出生于1990年 大学学历 中共党员 2007年12月入伍 2009年12月转业 2012年7月参加工作 曾任开鲁县公安局 镇交派出所外勤民警 2019年11月 石仁县纪委监委派驻 第四纪检监察组科员的纪云浩 名列开鲁县89名 你提任科级干部公事名单中 你提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 先说说纪云浩的转业谜团 从官方信息中可以看出 纪云浩当了两年义务兵后 就离开了部队 注意 官方用的词不是退伍 而是转业 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 只有中级以上士官和军官 及文职干部才有转业一说 其他义务兵统称复原 那么仅当了两年义务兵的纪云浩 是如何转业的 其次 纪云浩17岁时入伍 退伍后时隔两年7个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是如何得来的 他于2009年12月转业 而全国的高等院校都是在9月开学 也就是说 纪云浩参加高考并考上大学 最快也得在2010年9月入学 两年时间 他是如何拿到学历的 最后 纪云浩如何进的公务员队伍 众所周知 参加公务员考试至少需要大专学历 纪云浩参加工作后 便成为派出所外勤民警公务员岗位 那他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 从何而来呢 当然 成为公务员也不一定需要考试 另一条路径便是军转名 退伍军人转业可以成为公务员 但是 对体制内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 把一个只当了两年义务兵的纪云浩 从退伍变为转业 又从基层派出所民警调职 成为县纪委监委的科员 这背后一系列操作 需要多么大的能量 而且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纪云浩遭到网友谴责的同时 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斥责土地承包人张某的内容 称张某并不可怜 也并不无辜 当初仅仅花了四元一亩买入 但他却以七百亿亩转让其他农户 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先不深究这些内容的真假 只问一句 既然当年四元一亩就能承包 为什么别人不去做 为什么在承包后的二十年时间里 一直就没有人想要过这片土地的承包权 直到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才突然蜂拥而至 还有 在采访中 有当地官员搬出了民法典 说草地变水交地 要求增补承包费 适用于民法典里提到的情势变更 但是 民法典情势变更是说 合同成立后 因不可预见 非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导致继续履约显示公平 而当地把地承包出去时 当种植户花十几年去改良土地的时候 土地的优化 难道是不可预见的吗 当然不是 问题的根结 其实只在于一个字 钱 由于目前 房地产急剧萎缩 很多以前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 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 为了维持自身运转 就开始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4月22日 财政部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 财政收支情况 一季度 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6% 其中 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4.9%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4% 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0.1% 一季度财政支出同比下降1.5% 财政赤字16383亿元 同比扩大了3.6% 占到GDP的5.5% 可以看到 财政收入下降了2.6% 财政赤字扩大了3.6% 这意味着各级财政收入 相对其预算支出是有明显缺口的 可以想象 各地目前的着急 一边是刚性的政府债的还本付息支出 需要确保 影响经济稳定大局的隐性债必须处理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还要发放 一边企业利润个人收入不理想 税收下降 更重要的是土地收入没有了 财政有缺口 该怎么办 于是各地财政脑洞大开 五花八门各出其招 开始了创收 创收的手段和路子 只有想不到 没有办不到的 而政府比较常见的创收手段 一是 出售本地的国有资产的运营权 比如 景区或者机关食堂的运营权 二是 利用一切可用的公共地面 收停车费 例如将路边 广场 高价桥下等等都利用起来 征收停车费 以目前汽车数量而言 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三是 放开民生支出的上涨 最近各地燃气费用全面上涨 就是一个例子 四是 乱收费乱罚款 比如一些地方交管部门 架设各种抓拍系统 稍微有点压线就罚款 甚至有的城市爆出 自行车无牌被罚款50元的事件 按照目前的财政体制 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 政府收费 罚末收入 政府基金收入等组成 而罚末收入已经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2009年对比 2024年一季度 全国的税收收入增长了189.4% 但以罚末收入为主的非税收入增长了336.3% 非税收入在预算收入中的占比 也从2009年的13.1% 一路猛增到今年一季度的19.2% 实际上 解决财政收不抵制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比如 削减一些较高的工资福利 削减办公费用 实在不行 还可以通过精简机构 压缩庸员来节约开支 甚至还可以出售 机关事业单位豪华办公楼 出售国有企业股权 来获得救急的资金 但各地政府 却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最简单 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最不利的方式 解决财政欠收问题 杀鸡取卵式的 从企业和老百姓手中抢钱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而更危险的 是充尔不闻 任其蔓延